大家好,我是MKC主播李玉成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最近非常流行的寶可夢遊戲 小資本如何做一些行銷的撇步呢? Pokemon Go 寶可夢精靈遊戲之所以能夠風行 其實也算是2016年今年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大事情 它巧妙的應用移動定位的服務 也就是我們簡稱LBS的這樣的一個技術 和擴增實境,也就是我們常常談到的AR 這樣一個技術的結合 創造出這樣一個令人深刻的遊戲 而精靈出沒的地點通常是隨機設定的 玩家只要走到戶外 就可以在遊戲現場跟其他同好來進行互動 這樣子一個凝聚社群的關係 發展出許多不同的可能性 而有許多玩家為了要抓寶 甚至改變通勤習慣 選擇比較速度慢的公車來改變一個生活的習慣 甚至是走到原來平常日常生活中 根本不會去的地方 也接觸到了許多不同 不曾接觸過的一個事物 這樣子一個新的嘗試 其實也成就了一些商機的一個接觸的機會 產生了一些新的商業模式 雖然這些技術都不是最特別最新穎的一個應用 但是它卻展開了一種全新的一個Business Model 也就是怎麼透過補給站這樣子的一個熱點 可以把人潮聚集起來 而這個概念其實對於未來在商業的一個廣告 和行銷的應用也帶來非常重大的啟發 我們也從中發現了一些新的行銷模式 所產生的可能的一個蜂巢 Pokemon GO在台灣地區開放以來 其實已經有了鋪天蓋地的新聞報導 包括Facebook、Line、YouTube等等 許多的網路社群媒體 其實也都有許多寶可夢的相關訊息 而這麼多的收服攻略的類似貼文 或是實況影音的露出 其實也讓這個遊戲在台灣地區的快速竄紅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因為它的話題性非常高 而且各式各樣的人都會被吸引來一探究竟 甚至原本不是手遊的重度使用者的消費者 也被吸引到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每天類似像北投公園 被訓練師擠爆 或是說南寮渝港因為抓寶造成交通癱瘓 等等有許多誇張的新聞事件 層出不窮的一個原因 有議題 有人潮 這其實不就是每個商業店家所夢寐引求的賣點嗎 仔細想想 我們回歸到店家要怎麼利用Pokemon GO來增加自己的生意呢 我們今天提供了以下幾個不同的建議來給老闆們作為一個參考 首先第一個您可以把門市申請成為補給站 補給站在這個遊戲當中是精靈最常聚集的地點 也是玩家重要的集散地 店家可以向遊戲公司 申請將這個門市設為遊戲的補給站 另外也可以透過付費來購買一個誘補的裝置 也就是灑花的這個部分 來聚集人潮 有了人潮自然就有消費的機會 第二個觀點是 我們可以邀請玩家到店裡來駐足玩遊戲 舉辦類似互動的遊戲 例如擠滿特定的精靈 可以享受促銷的折扣 來刺激不同的消費 第三點就是提供免費的WiFi和手機充電的服務 因為這些充電的服務可以吸引不同的玩家 來到店裡駐足 待得越久越有可能在店裡消費 這個就是從玩遊戲的時候 考量他們的用電的一個部分 另外在玩家標注的logo或是店名的部分 也可以做照片的分享打卡 同樣可以利用來促銷 鼓勵玩家在同才的社群當中 分享他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來擴增行銷的一個品牌的露出的機會 另外一個建議是 我們可以拍攝玩家在店裡抓寶互動的過程 但這個首先必須要真的玩家的同意 這樣子一個互動分享的歡樂過程 可以藉機置入在我們的商品和服務當中 把我們的商品特色置入在其中 再透過網路的一個社群分散 同樣可以提高一個曝光的機會 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雖然網路的風潮是一陣一陣的流行 但是它也是會退流行的 在資本而比較小的店家部分 我們要把握每一個任何的機會點 用創意來促銷這樣的一個賣點 可以搭著遊戲的順風車 把人潮轉換成錢潮 身為店家的一個老闆們 建議大家千萬不要放過這一波 可以搶錢的一個機會 當然也要更妥善的運用它 MKC我們以上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個時下一個非常流行的話題 我們下次見